說真的跟2021年9月之前 總裁選之前 我們所認識的安田文雄 真的是兩個人 如果安田文雄 在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有一點點遲疑 那個賴副總統是去不了動靜的 這是這麼大的一個決策 而且他做得這麼果斷 可以看得出來就絕對不是 例如說一次性 或是偶然的 完全不是 那更何況這個是 外交的基本常識 沒有所謂的副總統出門 沒有所謂的個人形成 這個是一種說法 我覺得這是一個標誌性的政治動作 這個也是要讓中國知道 他生前積極打造日台合作關係 所以賴清德出現在葬禮上 自然是非常自然 同時也具備了更深的含義 日本修憲 這是安倍晉三最大的政治遺願 這將使得日本 重新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那是因為岸田政府直接發給賴清德訪日簽證 這怎麼是臺灣的陰謀呢 是不是 要真的有謀劃的話 那也是日本的陰謀 中共為什麼沒有勇氣直接說日本的陰謀呢 人家日本當下最重要最重要的 跟你二十大一樣 重要的政治任務就是修改憲法 原因就是你中共成為了最不可琢磨的 敢於發動最不自量力的戰爭的狂人 是吧 是日本最大的敵人 而你還敢在這個關鍵點上招惹日本嗎 二十大之前 習近平的政治生涯 就是你所謀方的國家 我喜歡的 就說你要做這個關鍵點上招惹 叫做出來了 叫做做做 有豐漠